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租赁市场及租务法律的问题 上星期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探讨不了中小企租金升幅的问题 以及有些观众提及一些低税及强制性登记的问题 所以今次决定做多一集 再继续和大家探讨租赁市场及租务法律的问题 很高兴今晚能够再一次邀请到原班的嘉宾陣玉 在此出席和大家一起探讨 分别是有奉地产联合商会回长吴在权 你好吴先生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邱婷彪 你好 邱教授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美联澳门行政总裁张一霍 你好 张先生 晚上好 各位 欢迎各位 今晚继续欢迎观众可以打电话上去和我们互动探讨 电话在278-9192 或者通过言光目上的微信留言给我们 在探讨之前看一看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今天下午群力自副中心向后任行政长官递交意见书 内容包括有解决住屋问题 完善医疗建设 配合天轨建设理讯公交等十二点建议 该中心认为当局需解决 医食住行四类根源问题 增加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和深共建和谐社会 特区政府于今天下午举行澳门特区政府2013年科普投入状况新闻发布会 会上表示 特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科普教育 对推动科研及科普亦投入了大量资源 澳门的科普水平近年都有所提高 但由统计报告中看本澳在推动科普的工作上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今天和大家探讨周任市场和周末法律的问题 我们想和现场嘉宾直接谈谈 想问一下邮教授 上一节有观众建议能够在税务上再减低 能够鼓励一些业主主动登记 甚至行行强制性登记 也有一个业主的观众问到 如果租客没有同意与业主签计前奉下 每个月都减少一些租金 可以怎样租呢 是否可以回应补充一下 第一个我们对税务的问题 税务我们已经减了一次了 我觉得以澳门特区的财政收入而言 我们是有下调空间的 无论是自住或是出租的税务 我们也有下调空间的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我们有财政收入的前提 接下来我们是否要吸引 把租约去登记呢 我自己认为是有需要的 虽然我们是要求去登记 需要去交的 因为我们是 你签了租约 你应该要拿去财政局交 如果你不交 我们会罚你钱的 因为他有欠税 我们会罚你 但是那个后果 基本上是很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到你不去产生争议 譬如有什么问题 这种租单可能永远不会浮现出来的 现在在诉讼里面 你没有交税 你租单一样可以作为证据的 只不过法官会把这张租单交给财政局 叫财政局追回去税 这张租单仍然有效 所以我自己认为 应该是强制 尤其是地产中介 一定要求 因为我们的地产公债 现在已经是发牌了 要求地产中介如果签出这些租约 就一定要交去财政局 交去财政局 交去财政局 另外一个就是税务的税率 我们认为是有下调空间的 甚至可以考虑有些低于一定的税率可以免税 促重租务市场的发展 至于刚才的问题 之后的问题 我们就不回应了 好 刚刚邱教授提到地产中的可能 在这方面都可以做些事 出点力的 我想和吴生谈一下 就是你对于这个低税 和这个强制 等的租赁合同有什么见解呢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整个租霸也好 无理加租也好 就是租赁合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这个租赁合同 它涉及的面是很讲义的 其一一个法治之地 我们要推行老百姓去守法医法 第一个前提下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办法 去推动到老百姓去守法呢 那现在的房屋税 事实上特区政府的税收这么强的情况下 而这个房屋税的意义性 其实虽然是减了一次 但现在是10%的税率 仍然是高的 如果在一个高的税率的情况下 是很难推动到老百姓去守法 这个第一 第二个情况下 这份租赁的意义所在 如果是有一个强制性去登记的话 在很多方面引起争拗 就是双方租赁者与业主之间的争拗 去到一个诉讼也好 志愿仲裁也好 司法也好 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文件 况且现在市场上高的来说 例如非法旅馆这些 如果你的合约里面 租赁合约是有了一个先决条件 是一个政府去明明确确登记了的话 产生负面的因素都相当多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补充 我们要明晰一个中介的立场 与业主本身的立场 业主本身的立场 他是一个租赁者租出去的 他是一个权利人 而这个中介是一个中介的角色 所以法律里面我觉得 应该要有一个强制性 业主和租赁之间 本身应该要去登记 而中介人有一个协助性 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有需要 现在有没有一个登记的规定 是有的 不过这个登记是财政局里面 一个行政上高的 如果你不登记这个处罚是有的 但这个里面起不了什么作用 就是不是强制性 不是强制性 所以就作用不大 但你以为是对这个打击飞河旅馆 都会有些帮助的 绝对有 对商业对住宅都有一定的作用 都有一定的作用 那想和张先生谈一下 如果真的强制登记的这个租赁合同的话 如果真的强制登记的 那一定是要交税 那关于税务的支出呢 能否担心转移在租赁上边 令租赁都上升呢 其实是不会的 刚才的建议其实都说了 如果税可以减低了的话 基本上业主应该 就照道理应该是多些人去报的 其实有三方面都会赢的 就是不要以为强制性不是好 其实哪三面赢呢 第一面就是业主 因为你减了那个税 那我报了上去可以减少一点 其实我报上去有个安全感在的 怎样都是 就是作为一个小市民 我觉得就是 一定是先想奉公手法 但是如果税太多了 我就 就是 多到我都不是很想交的 如果小小的其实没问题的 他都会照交的 我想都是奉公手法的 今时今日的澳门人 个个都是奉公手法的 这个是小市民 都没有得益的 有保障的嘛 始终我都是 就是医足的法例 做足所有的心安理得 至于政府其实都很好 因为有了那个数据 所有的租务 都是有了那些数据 这个数据化就可以衍生了 可以知道 现在究竟今时今日的租金 现在其实 政府没有任何租金的数据 不要说商业 只是说住宅的租金的指示指标 都没有 那究竟现在的租金升人跌 其实我说多少个% 和其他人说的那些 都全部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 为什么要感觉呢 原来是没有指标 这个都是会 我们计算那些 譬如有一个空置率 政府出的那个空置率 究竟是不是真的空置呢 我自己觉得是有怀疑的 为什么 没有报税那批人 是不是 就是 没有报税 那他当然是说自用 或者是空置的 那实际是否呢 未必是的 嗯 关于这个空置率 我这边有个数据 我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少少的 其实我都说了 这个 那个叫我们中介人去 就是做一个作用 其实我们是做了的 但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业主 因为跟那个租客呢 自己协商 今天撇开了那个中介人 那变了 那我们一定是什么的 一定是奉公手法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 我现在租给你了 那便宜一点点租 不要报税 大家好 OK 但是他不会经过A准的 因为经过中介人的话呢 那因为那个合约呢 因为一经过我们呢 基本上我们都会报的 或者政府部门要求我们去拿文件的时候 我们都是需要提供的 嗯 基本上呢 我自己觉得 责任并不在于中介人的 那因为如果你强制的话呢 那便所有人 包括业主 各个和租客 租客可能自己都想说 不如便宜一点吧 你不要报税了 这样他都会有这样的要求的 但是如果你是强制性的话呢 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没有的 那可能三方面都会赢的 嗯 我明白 其实这几年租金上升 除了对租楼的市民造成困扰 对一些中小企经营都造成很大的冲击 上星期我们就播了一条 采访中小企的新闻片 因为时间的原因就没有完整播完 不如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下这条片 了解一下中小企对租金的一些看法 对租金店呢 你这个店位 租金贵了 你这个店一个月多少钱呢 现在要5、6万了 5年前就3万多4万左右 现在加成差不多6万了 这个租多少年了 租多少啊 这里租10年了 10年了 它加了多少次了 加了差不多2万一次 两年加一次 加幅是怎样的 加幅啊 加幅啊 它那些都没有幅度这样加的 现在它的铺租贵一点 它就一直加下去 它都没有那个幅度的 人家说加租不可以超过8分之20 它其实这样加下去不止8分之20 现在矮一天算一天 一个月算一个月 没办法吧 矮一日算一日 已经成为现在很多鼠商户的经营心态 因为铺租贵 再加上加租的幅度没有规范 连很多中小企的经营百上加坚 有些甚至乘下不到 就干脆转行 这几年时尚有不少几十年的老店铺小商户 抵受不起昂贵的租金而执立 或者被迫搬迁到疑心线的区份经营 在这里曾经有不少的中标店 食店 文具店 以及摄影店等 这些去澳门本土特色的老店铺 如今变成一斤斤的金铺、药房、化妆品 以及国际连锁店 曾经在大三巴经营的澳门文聪店 也能独善其身 我都想问一下这几年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不会独善其身 都是在挨着贵租 因为大三巴周边的租太贵了 后来业主因为需要回到店铺 我们就早点搬出去 做我们这样的小买买 在这样的地方是很难被租的 约房的金铺 所以下去都是那几个牌子 以及那几类的生意才能做 其他真的很难进去的 你觉得需不需要立这个租网法来? 很难说 真的很难说 我觉得商业的租务法例 就不是那么适宜的 我觉得 因为商业始终是商业社会 反而是租来租住 它可以有一个政府的规划 有一个法例 因为这个可以去度住一些炒家 因为这件事就令到整个楼市 升高了 升温了 我觉得在外国来说 在每一次 你那个加租的幅度 它有一个百分率的 你不可以超过它 这个只是犯着 一些租住的地方 而一些商业的地方 基本上都不会的 都是由你那个 双方去自己定立的 好 回到演场 刚刚在影片中看到 从事民众的林先生 他就认为如果立这个租网法 只是应规范于一些住屋的租金 而就不包括这些商业的租金 认为这个商业租金要交给 市场自由调节 我想问一下 吴先生你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呢 我理解这个先生的意思 概念上我是这样去看的 没错 对于这个住宅的老百姓 因为它是用来居住人权 它是没有产生一个利益的存在的 所以在租务法的修订的情况下 对这些老百姓 对租赁者 在这个角度下 是应该给它一个保障一点 以及稳定性一点 对于商业 我理解这些先生说的 他应该不是说 不去赞成立这个租务法 即使管制上的高责 不应该是管死 是应该 我理解 是应该就是放宽一点 而且在事实上 在一个自由经济市场里面 他营商的情况下 在你既然做生意赚得钱 当然可以赚本 但是你赚得钱 在这个角度 对于业主的保障性 那个自由的租金 应该是根据得比较自由度大一点 按照市场的规律 但是相反另类的 租赁期里面 应该也是保障的经营者 应该适宜的长一点 就是我的概念是这样去看 想请教邮教授 如果好像林先生的建议 只是规范一个住屋租金 而不包括这个商业租金的话 会不会和这个立法的原理是有些矛盾 或者在操作上 会不会有些困难呢 你认为 我自己觉得 其实现时都是分开了的 住宅的租赁和商业租赁 都有不同的规定 但是那个明显就不是很大 将来也好就是权国去 希望提出一些租墓法 我也希望权国去思考下 商业的和住宅的 是有多些明显的区分 因为商业的用途 商业的用途始终都是自由经济 政府不应该太干预 由它自己去 自己去调节 自己去调节 能够赚钱的行业 应该继续占有一些更好的商业部位 如果不能够赚钱的 或者赚得少 自己不可以转型的 就应该退出这个市场 这是一个商业的调节 如果政府太多的介入 会窒息这个社会的发展 这是商业社会 好了 住宅用途 我们上一集都说过 我们租墓法律订出来为什麽 我们要安定社会 我们不可以令大量的群众 大量的澳门居民就睡街 不可以的 因为我加不起租就要睡街 那后社会就不稳定 我们要保障这种工作 所以我上次也提出 在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公共房屋之前 在租墓问题上 我们都应该要加大力度去管理 当我们政府能够保底之后 其实我们也要考虑 要不需要保障我们作为 住宅用途的投资者的利益 我们到时要重新思考 到时要有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重新思考 就是需要这样做 暂时来说 我觉得两边是应该分开的 所以林先生的看法 我有一部份是赞同的 一部份是赞同的 谢谢 我自己採访 但相信亦是反映到 目前我们有很多中小企生存的严重 中小企与其他大城市那些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商业的市场 当市场越来越有钱的话 小店铺越来越少 因为转型 他可能转型 他转型 可能以前 譬如那次是晒商铺 或者是CD铺 借CD租借 今时今日就不会有人租CD的 他们已经转型了 现在还有这些人 诶真的 即使是一萬元租金都頂不到 所以商業社會是很自然的 一直令市場 即是有些區域 我都可以這樣說 大三八個區域 你一定是有些手信 旅遊事業或者金譜 多些人才有收入 突然間你整個整車 一來頂不到 二來未必有人是對的 所以租金 由於那裡升 只會是適合某類的 譬如那區那條街是很高的 它只會適合一些高檔次的品牌 第二、二階段 譬如二檔 我們叫二級市場的商店 它可能是以住宿為主 它可能它的服務性質 是以它的樓上住宿的人群 去服務那批 可能便利店反而會好些 如果再淨一點 可能第三級那些 可能服務一些區域性的需求 譬如補習社 或者是那些車行 或者單車譜 這些可能租金未必頂得那麼多 就算我們的超級市場 其實毛利也很低 它們都要大面積 所以租金都要比較低一點 其實我想和你了解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調查過 或者了解過 本來這幾年 或者這一年 有多少中樹 他們的加租幅度 大概是怎樣的呢 其實加租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不是客人 剛才就這樣說 剛才有一個女士 我忘記了她叫什麼名字 兩年她就說由4萬變6萬 其實每兩年就有50%的升幅 我估計她那個區域都不是 如果一級的區域 中區 一級的區域 或者一級的店舖 我告訴你兩年一倍都試過 不止一倍都試過 也有按例的 所以其實 因為你那個赤價一直這樣升 是雙倍再雙倍的話 那租金其實已經是 比起那個價錢升幅 是最後了 它的升幅雖然是雙倍 但是那個價錢 可能那個店舖的租金 租值可能 對不起 那個賣出值 赤價 就升得更加厲害 它的升幅是大 所以那個租金你就算這樣升 其實那個回報率 你計算之後 其實是少了很多 所以普遍來說 這個店舖位 基本上是 徘徊在1%左右 1%至2% 2%已經很難找 所以你說1% 即是你投資這個店舖位 你打算是收租回報 你要100年才回本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問題 要不就是價錢貴 要不就是租金太便宜 我要低高一點 即是逐年逐年提升 其實已經是在做篩選 即是當年社會自動 就會調節回 到時 那個租金是 如果經濟不好了 現在可能自由行少了 租金就會向下調整 自然就會調整回 自然會有其他行業 會進入某條大街 所以經濟市場 都是共產一個息子生存 沒錯 或者現在休息一會 天地感天日回來 就和大家探討租金問題 我們現在聽聽家庭觀眾 宋先生的電話 你好 宋先生 你好 我們現在看回 現在那個租那個 向那個長谷報稅 那個 其實那個手續上 可能是否需要一些簡化 或者電子化方面 要完善它 因為現在 現在呢 因為現在都比較麻煩一些 因為我知道 以我所知 好像要 隨便一方 然後可能又要 去認不職 然後可能又要交一些稅款 交一個印花稅 因為它有一個 認不職的程序 因為有一個 涉及那個合約 有一個金額 然後交一些印花稅 其實這些會不會 要簡化一些呢 至少最簡單 就是如果我是一個業主的 我租了一間屋給人 那那個租客走了 那我然後呢 因為它好像那個法律規定 不知道幾天之內 又要去取消它 要去到長谷取消 取消完之後呢 跟著呢 如果我隔了一個 一個半月左右 我又有另外一個租客進來住 那我又要再去長谷局 又要再由頭搞一次手續了 那其實這個 這個手續方面 會不會應該要簡化一些 和電子化 嗯 起碼便民了先 不需要搞到 變成人家去登記 其實我不是不想登記 但是那個手續太麻煩了 宋先生 是這個問題 我們會一陣子回應 我想問一下 你對這個如果單獨立這個租務法 有什麼建議呢 那這個當然是非常同意 因為如果你單獨立這個租務法 起碼不會像現在那樣 那個法例好像 就依附在那個文化點裡面 那如果你在中間 還有可能有一些條文裡面 其實如果我 以我所知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在一些行政法規裡面定回呢 就是不一定行政法 用其他可以有些彈性一點 不需要一定 下下在那個法例修改的時候 因那個社會的變化 就是如果那個社會有些 特別有些條件上的變化 可以隨時可以修正回它 就不需要下下整個法例 由頭到尾又要去 特別去整個法例 由頭到尾再去改 明白 那就不麻煩了 還有那個稅率那裏 我都這樣講講 好 你快一點點 稅率那裏 其實會不會 其實不要再分自住 或者是不自住呢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業主為什麼不想去報呢 因為他們認為稅率高一些 另外如果你高了的時候 其實到尾可能 楊毛出自我身上 那個稅率都是轉嫁回到租金上面的 那會收到租金會多些 就是這樣了 多謝宋先生電話 我們下一位觀眾 謝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講一下你們 現在講的話題 是那個租務法 嗯嗯 因為我有朋友 在那個深圳登附近 他有店舖做了16年的了 但是去年就被迫結業 因為為什麼呢 加他五倍的租金 是五倍的租金 在這裏我想特區政府聽到 現在不是個人的問題 現在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你這個租務法例呢 包括我們的私人住所 或者我們出去租屋 你15萬外勞 來到澳門 他十個八個租一層樓 當然一人一千元租得起 但是一個新移民的 新的家庭來到澳門 怎樣租你一萬幾千元的樓呢 嗯 現在我們澳門的問題 是結構性 是結構性連鎖式 是很繁雜一個很複雜的一個問題 我們經濟發展究竟為了什麼 我們經濟發展是為了我們澳門市民 安居樂業 但是做不到 做不到 而且有些做生意的中小企 也都要結業 吳先生在那裡 嗯 其實吳先生一早已看到這些問題 我們中小企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 我那些朋友呢 叫救命的 當然了 找到那些人很開心 但是很少部分 能夠在這個經濟發展裏 得到得益的 是很少部分 不是沒有 我不可以抹殺全部沒有 是有 但大多數是中小企的結業 你說有什麼意思呢? 會發展經濟成果 好,明白 謝謝謝小姐 謝小姐和我們提出兩個問題也不錯 待會我們會探討 他認為中小企現在因為租金沒有規範 很多都經營不到 也認為外僱貧增影響租金 下一位觀眾 楊先生,你好 楊先生,你好 楊先生,你今天有什麼 說得 其實是這樣的 你們坐了這麼多位,這麼多人 其實是簡單的事情 我很簡單的問一件事 澳門街的租金沒有法例 究竟是否現金是適宜或者是延選 你連這麼多地產也好 法律界也好 但你裡面開始說到這次 都沒有說一件事 其實澳門街的都沒有法例 現在是不適宜的 很多漏洞 很多所謂法律的灰白色的理大 我相信沒有人說不會而知 有些事情就是說 當你要求很多人去做公公司法律 麻煩你用清出表達的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探討 想完善一下這些法例 所以你都可以提出一些意見出來的 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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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些事情 是有些事情 但是有很多方法說的 每個人有些事情 不可做無 其實在一個責任上 大家都知道我專門做事是怎樣 我責任是怎樣 我應該這樣責任 但是如果決定了責任 你們如果難聽他們說的話 其實法律這件事都是權利和義務 我本街還有很多 或者我們回應一下你的問題 楊先生 或者邱教授回應你的問題 楊先生你好 說話 第一 是 第一 法律永遠是不會完善的 因為法律永遠落後於社會 這個是一個事實現實 沒有辦法 如果法律立法超前個社會 是很難的事 所以 是要我們不斷的完善這個法律 我們再在有 拳哥 就開始去 早了很久 現在準備在下一屆會期 推出這個中務法出來 希望大家 就多給一些意見 我来这里支持应该要修改的中午法 这么多年我都提出的 我都是支持的应该要修改的 这个是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的意见应该是集思讲益 希望社会大众给多些意见出来 应该如何做好它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 他自己投资在一个物业 他希望赚多些钱 这是事实来的 当然我们作为特区政府 亦都要有一个宏均的看法 如何去保障澳门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持续发展 又可以照顾澳门居民的利益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平衡点 所以是集思讲益是最重要的 好了 刚才你说的税金问题 我绝对赞同 开始的时候有个宋先生说 就是将税务要降低 以及是要将行政手续 是要简化 要辩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行政成本 是很高的 不要只是看公务员的行政成本 我们市民的行政成本 也很高的 我们要乘巴士 要达到两个钟头 全部都是钱 首先多谢杨生的电话 多谢你今天打电话上来 我们下一次再和你探讨 或者邱教授 你再回应这位 阿杰小姐提到外雇膨胀对租金 其实呢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会不会对我们调整租金 也是一个很大的瓶颈呢 刚才谢小姐提到一个外雇的问题 外雇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不面对的问题 因为来到澳门工作呢 我们一定是有居住的问题 以及交通的问题出现的 好了 其实我们现行法律呢 其实都有规定的 一间屋呢 可以住多少人 但是呢 如果业主容许呢 又可以例外 其实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可不可以强制呢 因为好像一个三房一厅 你住20人进去 哇 好惨的 尤其楼下一些 走来走去 因为多人走动呢 楼下就会很痛苦的 因为晚上 特别晚上 走来走去呢 那下面那个呢 又是不需要睡的 有些穿高跟鞋 楼上走 那楼下怎么办呢 那这个其实呢 我觉得呢 刚刚才我们出了一个噪音法 可以有可能 会有些效用 那另外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根根底 我们的租务法 真的要听清楚了 刚才我们讲 雜市讲益了 究竟你一层楼 多大面积 应该住多少人 是不是应该要规管呢 特别是出租的 我们不需要规管呢 好像外劳那样 我们可不可以限定 它最少的人的生活面积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想的 都要考虑的 不是说 随便去立法 刚才我和杨先生 刚才跟我回应 杨先生都这么说了 我们要集思讲益 大家提出问题 希望呢 将它总结 归纳后出来 写一条 比较完善的法律 因为法律 永远不会延传的 一定的 那好了 我很希望呢 将来真的 有个咨询文稿的时候 大家真的发表 真心的意见出来 好多谢大家 其实我今天呢 上到这里 我听到 就刚才 宋先生 小姐 杨先生 几位观众 都相当好 其实他们给了很多实际的 真正的真知却见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和陈明金 当我做议员的情况下 甚至或者我们房地产 然后商务组 一直以来 都对这个房地产 这个租务的法律来说 一直都推动 所以我们推动到今天 能够上这里 听听大家的意见 对于宋先生 你提到那个 事实上我们 不单止政府 或者老百姓 那个登记的成本 如果手续不简便 其实真的是相当重的 而且你提到 这个独立立法 这个是相当好的 税率是不应该 就是分自住 过往里面是有分 但是今天的时代里面 我觉得 在特区政府 这个税收条件下 是不应该分自住 或者是出租 这些我认同的 至于謝小姐 很多谢你关心到 我这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都是有 关心住 尤其是中小企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如果租务法里面 不完善的话 对很多不单止的住户 实际中小企里面 都是很大的受害 所以我完全认同你的观点 那个法律 好像教授说了 应该是与时俱进 这里确实是流动了 有一定的不符合社会 另外还有的 刚才教授也说到 其实租务法里面 含蓋了很多个法律 其实现实的市场里面 是有些单位 是租住了不少人的 譬如说这个是 滋扰了隔壁 所以又引伸到非法旅馆等等 法律里面有规管 但是不足 所以在当我们修改这个租务法的情况下 是同样要结合有好几个法律 包括一个单位里面 你住10个人都没有人理 这些是不可能的 或者法律滞后容许 这些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市民大众 你们 我希望你们 从多渠道 给多些意见 我们可以帮忙 大家将这个租务法立好 嗯 在吞吐怎样立法呢 根管这个租赁市场 解决租务矛盾的时候 我们在上一期 提到一个关键词 租败 今次我们都採访了 连一个业主曾经 是遇到一个职业租败 又报警又打官司 但是最后都是被 偷欠了十多万的租金 是追不回的 或者我们现在看一看 业主和孙先生遇到租败的一个经历 孙先生在2010年3月 出租一单位 月租5000 租任期两年 出了两个月之后 租客开始拖欠租监 孙先生到次催租微果 用1000元登报 既挂号信 但依然没用 事件扰让大半年之后 拒捕组警 我还到二美日报上 花大概1000块钱 贴了一个 所谓的那种通告 租客 中超级先生 请你建报以后 多少天内 给中介联系 然后七天一内请搬迁 否则后果自负之内 但是到处来没有用的 没用 我写挂号信 他也不理 我打电话说 你为什么不签收 他说我知道你是催租的 我就不收 最后我就报警 结果报警的时候 他也报警 他报警的理由是说 我骚扰他的生活 甚至警察在的时候 那个租客就跟我说 他说你这么纠缠 没用的 你们的法律我知道的 因为法律是保护我的 报警没用 走投无路的孙先生 决定日本法院提告 但事后觉得很后悔 我打官司 打了将近 大概到了2012年2月份 我才收回房 就差不多一年以后了 打完以后我很后悔 所以要是事情重新做过 我就得不打官司 因为澳门的一方面 这个民法典 是一部漆烂无比的法律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是法典层面 司法层面 程序极其反常 极其用场 你要排期 要等法官 而且呢 你还要顾虑是 不可以自己打官司 你要花上三四万块钱 打下来以后 如果你判赢了 那算你幸运了 你还不一定能赢 虽然明显的道理在你一方 然后你中央是赢了 知法又是一个问题 后来我判赢了 实际上对我没意义 算是我胜诉 胜诉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乐牵令 因为他拖欠租太久 强行牵出 第二部分是赔偿 他欠我的钱 还有一些水电器 他都没有 都拖了一大屁股债 2012年2月17日 法院执行乐牵令 但租客早已消失 欠60多元的租金 和一堆未付的帐单 打开房门之后 迎接孙先生的鞋 一片狼藉 进去的时候 里面一片狼藉 一个卫生纸 然后乳罩 然后一些保险套 一些小裤衩 一些废纸 苍蝇 蛆虫 过去的肉 屋子里的苍蝇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就像一个垃圾厂一样 钱废大概有十几万吧 十几万 一年多的猪没交 对 一年多再加上 因为他后来 是疯狂的用水电器 最后光是水电 大概有了五千多 那十几万 你后打官司 有追回来吗 当然没有了 而且我还倒贴上 45万的律师费 最后这些钱 他淘汰遥遥也没办法 后来我就委托律师 再第一个塑装 但是递到中间 就是建议我撤诉 没用的 奥民的法律不保护你 他是香港人 跑来就跑去 所以你到头来 花上45万 最后收回一个 毁坏殆尽的法 那回到演场了 那我们呢 又是时刻要在他广告了 那广告回来 会再和大家 探讨租败问题 和租墓市场的问题 一会见 刚刚在上一节我们看到一个采访片 那个业主孙生的案例 连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 他原本是将希望寄图在一个司法制度上 但是最后在一打官司他就很后悔 因为整个程序他觉得很複覆 而且就算之后他赢了 都是追不回那十几万的租金 我想请教邮教授 那你认为他这个 就是你怎么看他这个个案呢 你觉得这个个案呢 是带出什么问题 给我们反思一下 第一呢 在这个个案里面呢 从我们的司法制度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在这些类型的案里面呢 我们觉得 是有需要收法 第一呢 是有需要收法 像我们上一节 和现在都坚持 我们希望有一些调解机制 还有仲裁机制 这些仲裁机制的决定呢 它有一个法权判案的执行力 我们可以去执行财产 这是第一 那其实呢 在这个案里面呢 我自己 其实就不应该给一些具体的法律意见 在香港、澳门、国内、台湾呢 有很多地方呢 在民事上的跨境的执行呢 已经有效力了 那这个判决呢 可以拿去香港执行的 如果真的去香港有财产 我们去执行 但是呢 都是前提 要那个债仔有钱才可以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我信不信他 我先租给他 他欠我钱 我追不追到他 你自己一个考量了 那当然有些地方呢 租赁制度 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 将来立法的时候 他们要交一个保证金 或者要找一个保证人 还有呢 我们有个名录 谁欠租的 我们是放在那个名录里面 这些人呢 不交一定的保证金 我们是不会租赁给他的 那这个制度呢 其实是有 可以建立的 有个空间的 虽然说 什么私隱的问题 但我觉得是一个保障问题 大家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一个部分 那么 其实如果说租赁呢 他都不是最惨的 我可以介绍个案子给你听 所以我们觉得 真的澳门的租务法 真的有需要 真的有调整空间的 特别针对一些 不是澳门的居民 那么有个香港的人呢 就租了一间屋住 他就来澳门打工 租了一间屋住 那么他份工无厚了 无厚那他就走 但是他不交租 那间空一字空字 那么业主一见 你又不交租又走了 那么我便自行进去 清洗的东西 租给下一个租客 那么他就知道 你租了给下一个租客 他就回来 回来 开门进去 他进不了 你换房子 那么他就叫警察 那么他就出事张租约 他说我租了这间屋 我是租客 我才是租客 我的租约还未完 那么报警 那么警察有权处理 因为有人侵入去私人厨所 那么他就叫了一个业主来 叫了一个地产中介来 是惨了 三个都有可能犯罪 新的租客 可能 可能 我记住我说 是可能 新的租客 地产中介 和业主 有可能是私人住所 这个是罪 可能 原租客 行的就是 原租客去告人 原租客去告人 原租客 原租客就是民事 原租客 原租客就是民事 原租客 这些事情可以做 甚至好像邱教授刚才说的 在邻近的人来到这里租的情况下 这个司法虽然赢了 但是如果你有证明 两地的司法体制不一样的情况下 有些地方未必真的 但是如果这个登记里面 是有刻刻实施 起到这个前提 承诺的情况下 这个等等的证明 在各个方面里面 是有一定的悲益的 所以 我们现在里面 一路都看到租客 这个动法是这么严重 影响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下 所以 我们的议员 陈金议员 我们的团队 和一些法律界的人士等等 亦都准备好 准备 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新的一个 开立法年度的情况下 将会去做这件事 OK 这个我都没讲完 原来的租客 其实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目的是 希望 新的租客 中介人和业主赔回钱给他 他便走 为什麽呢 侵人住所罪 是一个 告数才处理的罪 即是真是去追究他才处理的罪 变后 那个业主说 和中介人说 算了 我赔回中介费给你 和赔回案金给你 便走 他不交租 不单止 还有钱拿走 不交租 住了一段时间 一段很长的时间 还有钱拿走 所以我们觉得 真的 我们这些 是不是个别的案子 其实不是的 是冰山一角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将我 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 很多地产中介的社团的法律顾问 他们很多的问题 他们会找来和我去分享 因为有时间关系 就不可以逐个和大家分享 下次有机会再分享 其实呢 今次采访孙先生之后 他也和我透露他说 现在惊祖 不敢再出租单位 其实在上一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个观众林生 他提到他有两个单位 是刺出来的 是没有出租的 其实他也是惊祖 其实我们现在和大家看一个数据 就是直至到2013年的12月 即11年代的时候 本来有16970个单位是空置的 那怎样为空置单位呢 他这里有定义就是 未安装这些电标的单位 用电量是极低的单位 以及实际没有被人佔用的单位 就是空置 但是如果中销介的单位 就不试为是空置 这方面我想和张生探讨 就是如果这些空置单位 调出来租贸市场的话 其实会不会对现在这个紧张的租盘 以及这个都算贵的租金 是一个舒缓的作用呢 其实我都如果有16000个单位 肯定舒缓了 一万六千多个单位 一万六千多个单位 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擠出来 因为其实基本上是灯火通明的 因为它是没有电标没有水标的 ok 只可以这样去理解 有一些业主是想着放卖的 因为你租了出去的话 基本上你就很难放卖的 尤其是住宅 住宅通常卖得好价的 通常一般来说是空置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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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吉 可以交吉给别人 所以有一批的投资者 我估计这些 很多都是一些投资者 亦都不排除是有些发展商 是一批批地卖的 它不会是 譬如它建好了 它不是立刻卖的 它都是一栋栋地卖的 这里卖不卖的就是空置 那么那个量是只有那批的 基本上呢 现在的租务市场 基本上是不要说 我前几年都还说 你只要合理租金 你只要放三天即刻可以出租 今时今日不是 是什么呢 我们叫那个租客 如果想找租可以 排队 我们知道哪个预租 有些是准备会 要谈租药的了 就是准备会脱的了 那我们就会跟它谈 因为基本上尤其是是坎仔 为什么坎仔的租务 为什么这么活跃 就是大家都看到 现在现时有最大的赌场在哪一区 你就会知道 那个人密集在哪一区了 那还有 未来会 就是自己都看到的了 那有四个大赌场 有一个抗电的赌场 都会有很多矮路进来 加上五个大赌场 那个有一万人一个的话 那有五万个 不要说五万 四万 那四万个 会不会多数是劳工呢 我估计都是 所以可能未来这个租盘 会越来越紧张 或者我们现在有一位家庭观众 袁先生 你好 你好主持 袁先生你好 是六位嘉宾 不是议员 其实我也想问的议员 是否一个问题 前期由于高议员提到租赢法 毛叉的宗旨 都为了维持小企业 和高租金的问题 他们的宗旨都是 到现在为了 为什么在立法庭里面 那么多人都为这个问题 去争议 推翻了它 这个问题 主要是为了卡架 我们细节地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 如何 将这个租金不要抗升 只能够升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上 让他们继续生存下去 不是要打到死为止 打到很简单的例子 防潮备赛尔街那里 连组一路都是四街五街 很难见的 原先那两万多元的价钱 的租金 今天升到百万 他都说不行 一定会到十五万 没有人控制他的 没有法律去管制他的 说真的 有一个鄰近国家 你那个资本主义制度 有的 一样是有物件控的 有没有饮花碎那里控的 香港最近过海那边 那边有辣椒出 对不对 但我们偏偏就像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一样 任他发挥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想要谈谈这个法例 如何完善 作为一个议员 我们一个人民的代表 他要肩负起的责任就是 你的企业如何使得它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成本是很重要的 袁先生 都明白你的意思 多谢你的电话 我们给吴先生回应一下你的问题 多谢你的电话 多谢袁先生 你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自从去年来说 我已经不是议员了 不过你提这个问题 还提到为什么 另外一位同事 高议员提出这个租任法 而得不到立法会的通过 这个根据当时的资料的情况下 第一 在这个法律提上来的情况下 大家的 立法会最终的大家的结论 就认为这个法案的草稿 究竟那个完善度 是否达到这个真真正正的目的 或者在这里我不想冲击 或者对某些同事太多的意见 我只能用这个去回应你 但是确实 你提到有点问题 我是完全认同的 作为一个民选言语 首先 应该要监督特区政府的依法资政 当然这个监督的前提 是要支持他 使他做得更好这个前提 所以我做议员的情况下 也刚刚也是我的行业 所以我大家有历史可查 我已经在三五七年里面 已经不断地推动这个房地产 这个租任这个方面来说 是做了功夫做了功夫 到我今天已经不是议员的情况下 在前段日子 我开过有关租务的研讨会 座谈会 和澳门大学的教授 做一个民间的问卷调查 然后又结合律师 这个专业的教授等等 议员已经修改 有关租务法 希望能够在这个文法典抽出来 也准备在明年的立法会开庭下 这几位议员提出这个法案 在这里再有一个粗浅的同理局下 和指民交代 其实时间差不多 今晚多谢大家收看 今晚会和大家探讨街影调带的问题 今晚再和大家按摩开局 拜拜